一直以来,东湾莫罗塞华学校都很注重学生的程序健康 所以,学校开设戏剧班,给同学感受另外一个的自己 学生透过扮演,学会表达自我 也都学会理解不同的角色 也都学会和其他同学合作 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在1819年,我校开始与专业的剧团合作 后来,我们更加有去屯门大会堂演出仪器 我也有份演出的 爸爸,你们两个儿子又在打架了 你快点过来圈架吧 不准打架,为什么事要打架 你们说 他不给张目我,他不给张目我 这张目是我的 我不给,他就打我了 你先看我,你先看我 是你先看我 在2019年,我们学校加入了赛马会群艺群龙计划 在校内推动戏剧教育 培养学生对戏剧的兴趣之余 也会推动生涯规划 教导中,小学生,戏剧的幕后工作 为未来开启更多可能 皇上,不安! 陈生 皇上,我欠给你一匹好马 陈生,你搞错了 这只车来的,为什么你说是一只马 请皇上看清楚 这匹的确是千里马 马?马头信会掌握的吗? 如果皇上不信的话 可以问问各位大臣 这个照顾搞什么鬼呢 这个明明是鹿就说马 皇上,这个是千里马来的 还以为很漂亮的 如果我说大话 会对不起自己良心 皇上,这只鹿来的 你们敢反对我? 你们以后的日子不会好过了 报告皇上 平身 皇上,我发现有人想谋犯 是谁那么大 那个就是他 是他 人来,拿劍来 你居然敢谋犯皇上 啊 照高子鹿为马,残害忠良 最终被继任的皇帝处死,朱连三代 同学仔接触正式的舞台表演之后 透过听故事 读剧本 练台词等的训练步骤 让初次接触 戏剧表演的孩子们感到既好奇又兴奋 这些训练加强了同学的自信心 沟通能力 表达能力等 最重要的是 是通过角色代入的方式 我们可以深切领悟故事中 所传达的人生道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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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